欢迎收看GoldMarkets盘后解析 Gold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圈商 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三 我是Eric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澳洲股市的表现 AXS200指数今天走低 下跌了0.66% 首跌在了6779.7 而各股方面呢 IDP再次领涨上涨了8.3% 价格收在23.39 在上回领涨之后 今天交易量依旧远超平均值 看来交易市场上面的多头 对于IDP的后续表现还是很有信心的 涨幅第二的是RWC 这是一家管道供应商 今天上涨了6.7% 价格收在了4.375 他们的基本面也是比较强劲的 P值36 每股收益0.113 近几年的收入水平也挺不错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今天下跌幅度最大的是FMG 今天遭到了大单抛售 交易量是平时的两倍 下跌幅度达到了5.93% 下跌了1.5% 最终的价格收在23.8% 贵情组方面 黄金的走势出现在了下行区间 目前价格来到了1845左右 短线来看 这一价位还是有支撑的 而白银则在25.3%上下波动 目前比特币的价格 还在32,000美元左右 最近黄金和白银可以聊的点 都不是很多 我个人觉得挺好的 因为避险产品能够保持稳定 才意味着天下太平嘛 我们再来聊两个经济数据吧 首先是API原油库存 令人意外的大降了527.2万桶 美油短线有一波拉伸 WTI原油目前的报价是52.8左右 如果您觉得原油这些波动都不够刺激 那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消息 带来的其他机会 比如货币队 受这波需求的刺激 加美货币队有一波快速上涨 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些 这些财经消息的公布 经常可以带来不错的一个交易机会 而刚刚公布的澳大利亚 第四季度CPI年率为0.9% 比预期的0.7%要高 第四季度对价格指数拉升 最大的领域是酒精和烟草 上升了4.2% 而家具家庭设备 这些软装领域也有较大的涨幅 相较于上一季度上升了3.4% 而处在通缩状态的消费领域 则是生产生活各方面息息相关的 电力消费 下跌了7.5% 那么经济刺激的钱都流进了哪里呢 通过CPI价格拦指中各个领域的变动状况 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了 大家也可以到澳洲统计局看详细的报告 我就不再赘述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